一切赞颂全归真主天地的创造者 他是每个天神具有两亿或三亿或四亿 他在创造中增加他所抑郁增加的 真主对万事却是全能的 无论真主赏赐你什么恩惠 绝无人能加以阻拦 无论他扣留你什么恩惠 在进世之后绝无人能加以开世 他却是万能的却是智瑞的 人母啊你们应当铭记真主所赐你们的恩惠 除真主外还有什么创造者 能从天上地下供给你们吗 除他外绝无英秀崇拜的 你们怎能如此悖逆呢 如果他们否认你 那么在你之前的使者们却已被否认了 万事只归真主 人母啊真主的允许却是真实的 所以绝不要让军事的生活欺骗你们 绝不要让华贼以真主的幽容欺骗你们 恶魔却是你们的仇敌 所以你们应当以他为仇敌 他只号召他的党羽 以便他们做烈火的居民 不信道者将受严厉的刑罚 信道而且行善者 将们奢诱和重大的报酬 为自己的恶行所迷惑 因而认恶为善者 向真主所引导的人吗 真主必是他所抑郁者 恶如迷途 必是他所抑郁者 遵循正道 所以你不要为哀悼他们而丧生 真主却是全治他们的行为的 真主是分去兴起云来 然后把云赶至一个已死的地方 而借他是已死的大地复活 死人的复活就是这样的 欲得光荣者须知 光荣全归真主 良言将为他所知 他生起善行 图抹不轨者 将受严厉的刑罚 这些人的图抹 是不能得逞的 真主创造你们先用泥土 去用金叶 然后使你们成为配偶 任何女人的怀用和分娩 无意见不是他所知道的 增加长命者的瘦数 减少短命者的年龄 无意见不记录在天津中 他对于真主却是容易的 两海不一样 这海是很甜的 可口的淡水 那海是很苦的咸水 你们可吃每一海中所产的新鲜的肉 又可采你们所带的首饰 你看船舶在海上破浪而寻 以便你们寻求他的恩惠 以便你们感谢他 他是黑夜寝入白昼 是白昼寝入黑夜 他制服日月 各自用行去一定期 这是真主 你们的主 国土只是他的 你们雪他而祈祷的 不能管理一丝毫 如果你们祈祷他们 他们听不见你们的祈祷 既是听见了 他们也不能答应你们 复活日 他们将否认你们 曾以他们配真主 任何人不能像彻之人那样告诉你 人们啊 你们才是需求真主的 真主却是无求的 却是可送的 如果他抑郁 他将毁灭你们 而创造新的众生 那对真主不是烦难的 一个负罪者 不在负别人的罪 一个负重罪者 如果叫别人来替他负罪 那么别人虽是他的近亲 也不能替他担负一丝毫 你只能警告 在秘密中 敬畏主 且谨守拜公者 洗滴新生者 只为自己而洗滴 真主是唯一的归宿 盲人和非盲人不相等 黑暗与光明也不相等 被阴和当阳也不相等 活人和死人也不相等 真如必定是他所抑郁者 能听闻 你绝不能是坟中的人 能听闻 你只是一个警告者 我却使你本真理而为报喜者和警告者 没有一个民族则已 只要有一个民族 其中就有警告者曾经逝去了 如果他们否认你 那么在他们之前逝去者已经否认了 他们祖宗的使者曾昭示他们名震 天津和灿烂的经典 然后 我惩罚了不幸道者 我的谴责是怎样的 难道你还不知道吗 真主从雍中降下雨水 然后借雨水而生产各种果实 山上有白的 红的 各色的条纹 和漆黑的眼神 人类 野兽和声序中 也同样有不同的种类 真主的仆人中 只有学者敬畏他 真主却是万能的 却是制舍的 宋读真主的经典 且亲手拜公 并秘密地 公开地分手 我所赐予他们的财物 他们希望这经营不破产 以便他使他们享受自己的完全的报酬 并把他的恩典加赐他们 他却是制舍的 却是善报的 我所启示你的 却是真理 族政以前的经典是真实的 真主对于他的仆人们 却是彻之的 却是明察的 然后 我使我所拣选的仆人们 继承经典 他们中有自欺的 有中和的 有份真主的命令 而真先行善的 那却是红恩 常住的乐园 他们将入其中 他们在里面戴的是金镯和珍珠 穿的是丝绸 他们说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 他去除我们的忧愁 我们的主却是制舍的 却是善报的 他是我们居住在常住的房屋中 那是出于他的恩惠 我们在里面毫不辛苦 毫不疲倦 不信道者将遭火欲的火星 既不判他们死心 让他们死亡 又不减轻他们所遭的火星 我这样报仇一切忘恩的人们 他们在里面求求说 我们的主啊 求你放我们出去 我们将改过千山 难道我没有延长你们的授数 使你们觉悟者有觉悟的时间吗 警告者已降临你们了 你们尝试刑法吧 不义者绝没有任何援助者 真主却是全知天地的 优玄的 他却是全知心事的 他是你们为大地上的代致者 不信道者自受其不信的报仇 不信道者的不信 指使他们在他们的主那里受痛恨 不信道者的不信 指使他们更难亏损 你说 你们告诉我吧 你们舍真主而祈祷的那些配主 怎么应受崇拜呢 你们告诉我吧 他们曾独自创造了天地的哪一部分呢 还是他们曾与真主共同创造主天呢 还是真主曾赋予他们一本经典 而他们是依据那本经典里的许多名证呢 不然 不义者就与欺骗互相应许 真主的确维持天经 以免毁灭 如果天地要毁灭 则除真主外 任何人不能维持他 他却是智伦的 却是智赦的 他们只真主而发出最严重的门示说 如果有一个警告者来临我们 那么我们遵循正道 必胜过任何一个民族 当警告者来临他们的时候 他们却更加悖逆 在地方上更加自大 更加图谋不轨 阴谋 只阴气创作者 他们除了等待古人所遭受的长道外 还能等待什么呢 对于真主的长道 你绝不能发现任何变更 对于真主的长道 你绝不能发现任何变迁 难道他们没有在大地上旅行 以观察前人的结局是怎样的吗 前人比他们势力更大 真主是天地间 任何物不能使他无奈的 真主却是全知的 却是全能的 假如真主为世人所犯的罪恶而惩治他们 那么他不留一个人在地面上 但他让他们延迟到一个定期 当他们的定期来临的时候 他将依他们的行为而报仇他们 因为真主却是明察他的纵仆的 对于真主却是明察的